機關署在報告中提及要預先應變規劃7月26號後的警戒措施 請問這是否與三級警戒降級有關 這個部分的話其實是在院會中 那機關署的報告那也指出來 三級警戒降級並非不可能 但是必須要先做好一些準備的措施 若三級警戒要降級要做哪些具體的準備 這個是牽涉到許多的行業 這些行業的話都是由各相關的部會所掌管 那要做這些如果真的是要降級的準備 那最重要的就是如果這些行業開放之後 那萬一如果除了一般的預防的措施之外 萬一如果發現有相對的一些確診個案 不論是在工作人員或者是在他的顧客裡面出現的時候 要怎麼樣做緊急的應變措施 尤其是在衛生主管機關介入之前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也就是說我們在外界這些疫情或者是說社區 我們仍然沒有說絕對是乾淨的情形之下 要做這種鬆綁的話 那就是要有萬全的準備去應付隨時出現的狀況 而不會讓疫情擴散 那就是讓疫情擴散 那就是誇張的 這就是誇張的 感谢观看